CI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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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Z3 1年間保証障礙服務 笑什麼 這不是拍過的 哭過了對不對 為什麼要拍一次 不是喔 我們今天要哭另外一台車 頻道在這裡 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挑戰競技的話題 如何一句話同時得罪兩個族群 阿呆你知道是哪一句話嗎 講看看喔 喜美FK8 就是降低的CHR 自從上次這個CHR的影片之後 我們被這個色反討厭 揚言俱重 來到這個小市門口 請小市吃漢堡 我已經這麼大塊了 還要吃我吃漢堡 我還要懂的 我還有點餓 這個為什麼說是挑戰競技的話 我告訴你 有車主看了這個 我們CHR影片之後 來了 看一下 比較一下 就差一個大唯一耶 這樣兩台都拍得到喔 拍得到喔 哇這麼廣角喔 好那今天這個車主 特地從南部 把車開上來 那其實我們之前 就已經在這個私訊訊息上面 已經有先大概聯繫過了 那這個車他也花了一些錢做改裝 正好 順節的誰 我那一天在我的IG 你們不知道了吧 IG 我有追蹤CHR 我雖然這樣嫌他 但是我有追蹤CHR 我看到了一台 改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生出來長得醜沒關係 好不好 韓國多跑幾趟就好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來做這個整形 CHR主要我的感覺是 他的樣式 我上次就覺得 孤Type R的時候 我就覺得為什麼 明明屁股就長得很像 為什麼兩台車的感覺差那麼多 我發現第一個車高 你一台這個 林寶接你頂高我OK 有沒有上次有講了嘛 但是一台Type R頂高我就不行了 所以CHR我覺得他的問題 第一個可能在車高 那第二個我覺得可能是在這個大包 因為他原本是要一個很霸氣的狀況 那車高又高的 看起來就是有一點 比例上有一點奇怪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 剛剛好這個挑戰一下經濟的話題 我們如果有機會再 估到這一台CHR的話 那我們就這個 來跟他做個大改造 恰巧也有很多的觀眾朋友說 我們改造都改造便宜車 都老車 對都沒有改造貴的 我跟你講為什麼好不好 老車改下去第一 那個挑戰很大嘛 有可能他就折價了 好好的車你把人家改了就折價了 第二個 新車越新的車 越要改造要花更多錢 花更多錢以後你要賣更貴 那CHR本來車就不便宜了 你想想看喔 在我們一台如果買六十幾萬 再花個十幾萬改 我要賣八十幾萬 請問一下 何不去買新車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其實風險更高 要賠的錢更多 不過沒關係 我們家會CHR的這個社群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想要請我吃漢堡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不要說我們是討厭這個車 我們還是願意花錢在他身上 把它改造成一台 看起來不會落賽的車子 這樣意思是本來落賽是不是 也不太對齁 這樣也不對 一切以上都是這個主觀的評論 每個人都有自己發言的權利 我們都尊重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車 然後他一些改裝品 他本來都要拆走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說 有什麼東西我們加價跟他買 這樣回來我們就不用再花錢 好那我們就先看車吧 X尾翼大包 欸你看他已經釋出了 可是我要改的那個可能會更低 所以這到時候再研究要怎麼改 然後到時候一定要有尾翼的 好不好 像TypeR這種 大尾翼 來一隻好不好 老闆來一隻 跟點擊次一樣 再來是他這個側面 他本來就有 已經有降低了 原本是一個拳頭多 那他現在已經降到輪浮期了 正好Race的鋁圈 好車主說四顆就好像八九萬了 加價買起來 避震器加價買起來 因為我們回來要改 不要說我們你要賣多少都誰的 我先看有沒有撞 到時候我們叫車主來解釋他花什麼錢 好啊 要不然我看 他搞不好裡面藏了一個小蛙 那個大波牛我不知道 3號改8號之類的 好我先看車子有沒有事故 這台來到現場是2017年的CHR 二輪傳動的頂級款 里程是2萬公里 我剛剛移車的時候已經有偷看了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車體結構 沒問題 我們再來介紹凱東平再敲價錢 好不好 看一下去 真平靶 喔對真平靶 對不對 就是真平靶了嘛 之前那個是尾平靶嘛 你看 所以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我們嘴這個車嘴成這樣有人 就很賭籃小吃 有人還是願意開來讓小吃菇 他開進來的時候 他說要賣的時候 我先倒退了三步 我說 你有沒有帶槍來 這個 集氣箱 這裡集氣箱 一樣有差海洋桿的進去 不過這樣子海洋桿 就很容易髒你知道嗎 裡面是一個香菇頭 香菇頭 顧名思義高流量 所以他的網目比較大 所以會跑進去的雜質 空氣會變多 相對雜質也會變多 你把這個偵測器裝在這裡 他就很容易就髒掉到長青 好 車頭OK 欸 我GOOTYPE來的時候很興奮 我知道今天這台要來的時候 其實也蠻興奮的 阿拉你知道我很興奮嗎 我其實看不太出來 你看不太出來 我很興奮喔 看不出來啊 我想把它改得很漂亮 很興奮啊 你看 貝品都來了 這也滿了 之前教過大家 打開看到貝品 今天要留車了 對不對 要準備好了 對阿就是要賣了 價錢喬好就好了 有沒有 看到這個你就知道了嗎 等一下我們的 看到這個CHR枕頭 你還不知道嗎 沒有這可能他要帶回家啦 對啊 原廠的尾桶也帶來了 閱讀燈 連閱讀燈都在改 你看有沒有 這裡面真的好多東西 這是他的資料 車子的資料 資料都來了 我跟你講好不好 好好表現 今天車就我們的 沒錯 欸他這個鈴格文是 他這個舊款的是 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新款是灰的嘛 你看 我跟你講 你看 設計師 充滿了巧思 在門上面 左椅 鈴格文 在這個優雅中 帶著一點點 跳動的氣質感 這此車 還配備了許多 菱形的元素 包含我們的喇叭蓋 包含我們的側踏板 包含我們的天蓬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的在製作 他想製作的 不只是一台 帶你移動 從A點 B點到G點的 這個交通工具而已 他想要讓你在這當中 帶著豐富的 形狀的色彩 讓你開車的途中 擁有這台車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苦悶 當你發動這台車的時候 內心都帶著一點點的 喜悅跟雀悅的心理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對不對 那個菱形你每次看它 你都覺得它是不一樣的樣子 像萬花筒一般 這樣可以嗎 你想了多久 我沒有想 剛剛想的 你不要再說 Toyota坐車都是非常沉悶的 就像一個這個北一女 對不對 或是中山女高的好學生 她偶爾也是有一絲絲的 狂放不羈的心 想要外顯出來 而不再是內斂的那種狀況 所以這個青春是優雅的 青春是狂野 夠了嗎 太長了 太長了 被點掉了 看完沒有撞啊 很好 跑2萬公里也算少跑 2017年到現在已經5年了 剛過寶 5年才跑2萬 才跑2萬啊 對 我也問過她 她說通常都是在改車的路上 買回來 有開的幾乎都是要開去改 你知道嗎 開去用延人公 開去用燈 開去用Cushion 她真的是花很多心思跟金錢 在這台車上面 當初我記得是九十幾萬對不對 九十幾萬再加 你看旅券就幾萬 旅券八九萬 對啊就八九萬了 避震器 避震器是BC的 她有跟我講 BC也要兩三萬吧 兩樣東西就十幾了 她還有選擇車頂 挑扶車頂 所以這個車 永遠都是在花錢的路上 然後又很少開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這個 邀請看看車主願不願意入境 然後幫我們這個 分享一下她開這台車的心得 好那我去找她等我 Ultra DASH Z3 一年間保証障礙服務 怎麼稱呼你啊 零 雙木零 零 雙先生 還是可以 我要問你第一個問題 好 你覺得這個燈像不像 87分像啊 87分像啊 87分 對啊 還蠻像的齁 真的很像 所以我覺得缺的就是這種 比較霸氣的大包 對 其實她原本就很厚了 可是我覺得再改一下不錯 我已經想好要買哪一套了 我有跟她講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第一個 你為什麼要賣車啊 因為我太少開了 她平常都騎重機 對啊 騎重機 然後再來第二個說 你為什麼會想賣我 我把這車講成這樣 你幹嘛開來賣我 對你印象好 聽得懂我是開玩笑就對了 我知道啊 那就好 而且還是有人聽得懂的 不是每個人自殺 不是 好 再來 那這個車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 你跟我講說你花了很多的心血 金錢 改裝品 可不可以簡單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剛剛介紹到哪 我剛剛其實沒有 我只看得到Renken Cushion而已 有一個重點 全台灣應該只有我有而已 全台灣 喔 全台灣只有她有 就裡面那個室內燈的燈殼 室內燈的燈殼 那是燻黑的 前後都是燻黑的 那個不能去給人家貼燻黑就好了 那個燈殼是日本的 對 你要裝那個燈殼 燈座得換成日本的 因為台灣的燈座跟日本的不一樣 所以我為了裝那個燈殼 我直接從日本請整組的燈座 燈座回來 對 換上去 不怪他那麼在乎那個燈座 他跟我說那個他要拆回去 我心裡想說 我坐車坐那麼久 沒有人要求過要拆室內燈殼的 哈哈哈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什麼 那個方向盤 方向盤 來我們去方向盤那邊 我剛看到平板很漂亮 我原本有改過 台灣的毛毛蟲 可是毛毛蟲它的握感不好 我也有點刮手 你不覺得這個很像佛麗莎的頭嗎 哈哈哈哈 有喔 佛麗莎無喔 然後它這個日本賣 它是這一個跟這個是分開的 喔所以要買兩樣東西 你如果不買這個 它這個就是一般塑料的 然後光這個日本賣 要賣7000 台幣7000 對 這隻跟這個花一花 從日本弄回來 將近快3萬塊 哇整隻將近快3萬塊 它有縮一點 所以它握感非常好 你說它盤近變小 對 只是它沒有到很粗 只是它精緻感很好 很好握耶 你握握看 你握握看它有一個 有一個指滑的效果 有沒有 有 真的齁 這材質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這支就3萬了 你看我們剛剛沒算到 我們想說這個是什麼 垃圾方向盤8000 3千 哈哈哈哈 再來咧 引擎蓋 好引擎蓋 那個金屬踏板應該不用了 金屬踏板 那個小改裝 門檻鋁合金也是嘛 所以那個也是你黏的嘛 我黏的 這個嘛 對 然後這個要先講 荷泰非常小 現在當初沒有這一塊 這塊是另外買的 欸 看一個荷泰 小改款的後面有啦 小改款後面才有這一塊 然後這個也沒有 喔小蓋子 這個 日本買2000多塊 啊所以你來的時候連這個盤就沒有 對那個盤就沒有 就很壞 喔這小氣 再來是這個進氣 這是真組MST的 對 這組大概9000吧 然後這邊有掛一個 湯姆斯的外掛 湯姆斯 欸湯姆斯 不是湯姆雄喔 這是湯姆斯的喔 日本Toyota育園用改裝廠 這個 就接這邊而已 喔 它就是串接在這中間而已 對對對 所以到時候我 這麼拔掉 這麼拔掉 這麼拔掉就好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它的功用是什麼 它是燃燃增加馬力 大概三馬力機 再加這個大概可以拉到 7匹而已啊 就多這兩樣東西多7匹 對 因為它一點而已 它拉不到 對啊當然啊 對 花2萬塊換7匹啦 欸蠻划算的啦 外面人家講1萬1匹嘛 對不對 2萬7匹會好啊 然後這個前後燈也是後改 因為我當初買的時候 還都是乳素的 因為我第一批就買了 然後買完半年 荷泰就全部升上去 然後我就非常賭籃 我就整組 從國外把它請回來 魚眼這個喔 對它這個 原本是乳素的 喔 原本也是魚眼 可是它沒有那個LED光條 喔沒有LED光條 整組燈座就對了 對 所以它上面的名字 是國外的名字 它不是台灣寫歇學 喔對 它也有歇學啊 對它 歷肉啊 歷者啦 歷者 歷者 對 這是當初他們的 這是國外他們也是新車的拆車鍵 它也有寫起來 就是看你拿到什麼 懂 後面尾燈是原廠改的 原廠有在改尾燈 來來來來 研究一下 不一定每間原廠都有 我那間原廠是說 有錢就賺幹嘛不改 是改怎樣 原本是全部都乳素的 你也沒有燈條 所以現在你把它改成燈條的 LED的 對對對 四出的尾管 四出尾管 只改尾段 前中段沒有改 你這樣不覺得尾管改下去 起步會比較虛一點嗎 馬力有增加 所以你覺得開起來 沒有比較軟 反而是改19吋 鋁圈之後 又把馬力吃回去 對對對 19吋 來看一下 本來17吋 對本來是個很醜的 17吋的鋁圈 你自己說的喔 我沒說喔 真的啊 它是爆炸醜的啊 賣給人家 人家都不收 你後來怎麼處理掉了 就剛那個 開CAMONU的 對 你有跟我說 先生他說 他親戚想要他的改裝鋁圈 他就要老人家 隨便用一個就好了 我就便宜賣給他 所以你的CHR鋁圈 裝在老CAMONU上面了 對沒錯 日本進口的正瑞士 正瑞士的喔 這個鋁圈有個優點 它的中心可以直接通用 原廠的TOYOTA 所以把TOYOTA可以塞回去 對然後我當初問改裝廠 他說沒有人會笨到 把瑞士換成TOYOTA 也是啊 也是蠻合理的 因為當初我一度想什麼 我都想說太高調了 不錯漂亮 19吋LACE 避震有價 目前是兩指 他這個你覺得 還可以再降低嗎 前面會不會打到 因為我當初降到兩指的時候 底盤那邊說 很少有人修理說 降到剩兩指的 除非你改氣啊 不會啊 你說我想要改成Type 不好意思 他目前上下坡是不會敲到 可是他前面有一個下滬板 他那個塑膠會刮這邊 你如果要再降的話 這邊 那邊就磨到了 他可以裁掉兩顆螺絲而已 我知道 像擋泥板這樣 那你覺得這BNC做起來 會不會硬啊 還是怎麼樣 改裝廠調得非常好 你等一下可以看看 喔 回來我們再試一下 沒了嘛 差不多就這樣對不對 差不多這樣 新菜公共的一二十萬元還好啦 還好啦 有裝那個氣氛燈啊 喔氣氛燈 你有什麼氣氛燈嗎 很倒楣喔 你說這叫什麼 顆粒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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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是木頭的喔 這也是定做的 質感 氣氛燈來表演一下 來 它只有門把那邊而已 喔 變爐 有沒有 這個怎麼改啊 也是那個專用鍵嗎 對 直上的 還有抬頭檢視器 喔 XOBP2那種 對 左邊的 可是完整度蠻高的耶 你去拍一下 這個人有莫名的堅持 這個它是一體成型的 它完全不會突兀 然後主機是原廠扯美式破解的 破解要破什麼 破可以看高清無碼的 問題就是一台安卓機啦 只是現在原廠有防範 你如果回去的話 原廠會把你洗掉 是喔 對 所以你怎麼弄 我就是弄完之後 我就原廠回去 給我根據說 絕對不可以碰我的主機 因為它破完之後 你就只能回去乖乖 用原廠的導航分心 所以你現在用的就是 另外的系統 我把GAMI整個都3D2 然後自己裝自己的 對 比較好用 對我沒有很習慣GAMI的系統 對啦 車還是用自己喜歡的 因為當初主機 它選費是非常貴的 我覺得當初選到馬上 要7到8萬 它裡面的安卓 等級是非常低的 車沒事嘛 是不是 沒改車沒事 可以選盡量不要選 車主的心聲 我創到我看家瑋 車主回來 分享用車心得 那接下來這個 你稍坐一下 我跟阿呆討論一下 好沒問題 我把你放多少錢買什麼東西 好沒問題 好沒問題 你坐一下 來來來討論一下 你覺得我們要留什麼東西 鋁圈避震 阿盤氣管 我要改的那個大包 我覺得它這個 搞不好不能用 所以我 對 所以我是偏向盤氣管 不一樣 你覺得還有什麼要留 我本來方向盤 看到有點心動 方向盤看起來 好像很好用 而且盤金又比較小 增加那個操控感 看看方向盤要加多少錢 我跟大家分享 這個車現在目前 2017年的 二輪傳動的 我們上次 馬馬那還幾年 1915年 20年次 它這個17年的 差兩年嘛 我覺得這個現在的行情 應該在 應該在60萬 所以我們就看看這些 改裝品 要跟它加多少錢 可是小事 可是我改很多東西 一個老阿嬤花30萬 龍爐 你要加錢嗎 我們是不會這樣子 他是奧人家的 原本我是跟他講說 他想要拆走的東西 我們都幫他拆走 只要他原廠的有來 我就吸收這個工資 幫他做拆換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 因為我剛好就是 這個CHR事件之後 我看到了國外的一台 很漂亮的CHR 然後萌生了我 改裝一台 漂亮CHR的念頭 反正他拆也是要拆賣嘛 要不然他拆留著怎樣 回家等下一次 再買CHR裝上去 不可能吧 我在想說看他要賣多少錢 然後跟他喬一下 我們跟他加價買 那他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 畢竟雖然他只開2萬公里 他這些改裝品 應該幾乎可以用8層新以上來看了吧 好啦 就是他新車買回來改裝品 就是大概用2萬公里 對不對 可是我相信一定不是一買回來就改 一定是慢慢陸續改 所以其實應該他的改裝品 還算蠻新的 你看他的LINKING都沒有擦傷 最容易擦傷的 右後這一顆 有沒有 都沒有擦傷 對 台皮耶 我看他什麼時候改就知道了 他19年45週 所以你看這個輪胎 他17年的車耶 大概20年才裝上去的 所以他也是很聰明的改裝者 原廠的先 用到一個程度再換 有些新的落地就換了 落地改 對啊 那個就浪費掉了啊 這個可能也 除以2 差不多用1萬公里左右而已 反正我 我的原本預計的改裝 本來就是也要改 避震跟呂圈 因為我覺得這車不降不行 這一定要降下來才會酸 好 那他頭尾燈 那個應該不用拆了吧 我再去跟他聊一下好不好 最後看我們這台車可以 瞧到多少錢 買到哪些改裝品 呂圈有符合你要的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我覺得可以啊 欸 瑞士耶 8萬幾塊耶 他如果說 不然小思琴加8千我就留著 好啊 所以呂圈避震我覺得OK啦 而且他說啊 他很有信心說 他的避震器調得很好 那我就覺得OK 那個那也古模的啦 剛剛問了啦 接近處女座的天秤座 我跟你講這個是最緊繃的一個星座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9月20幾那種 就是最接近處女座的天秤座 他有一點處女座的這種 潔癖偏執 但是又不會太過分 你如果是真的 處女座就會變得很偏執 你知道他意思嗎 所以這個我知道 這我剛好處理 我跟你講天秤座的我們 欸 架許有沒有 不要被嗨掉了 我去處理 我去跟他溝通一下 沒有軌道 是不是 欸 好啦 買大包了啦 訂下去了啦 我跟你講 我本來想說要花更多錢 這一次 省了一點錢 省了什麼 排氣管是不能省 排氣管我們要自己重燒 方向盤加價 留下 避蒸氣加價留下 旅圈加價留下 他來賣我之前 阿呆我是不是就跟你講 我想改一台這個 對啊 我覺得真的命運很神奇 我那天半夜三四點 我傳了兩張照片 改裝好的 靴起來很漂亮的照片 傳給阿呆 結果媽的阿呆已經睡了 阿呆很少那個時間睡了 所以我也很替他開心 四點竟然已經在睡覺 沒有 記錯還沒睡 沒有 記錯還沒睡 賤 賤 沒有 因為我手機快誤勞 所以訊息沒有跳出來 好啦 反正傳完隔天 阿呆說不錯啊 可以改啊 討論晚一點 我們小編就跟我們講說 有一台這個也要來賣我 就這麼剛好 就這麼剛好 這原本真的原本 而且來了以後 正好裡面就有符合我想要改的東西 而且還多了喔 多了燈 多了方向盤 如果我自己改的話 可能不會改燈 方向盤可能也不會 方向盤也不會改啊 所以賺到加價買 最後我們跟這個 車主成交的金額 63萬 這車主是一個非常好的粉絲 他就說 小絲 我支持你 把這台車改下去 所以這個改裝品 半買半箱送 所以這個 下一任車主也賺到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已估了嘛 那大家就期待 CHR的改造計畫 沒有訂閱 會怎樣 沒有訂閱的話齁 吃漢堡吃到兔 下次見 掰掰 阿 阿 我本來韓兔鹿是要拍的 我看這支韓兔鹿真的很漂亮 你看你多少 要買我 你的韓兔鹿真的很漂亮 我當初猶豫了一年多 我才從日本訂的 應該是假的 我覺得應該是假的 一個方向盤 阿 看你覺得方向盤 對啊 大概 買了 哈哈哈哈 好 再介紹一下 有啊 我剛才有說 這是哪裡買的 我的 你自己做的 我畫的 你畫的 等一下 欸 這自己畫的啦 畫的喔 自己畫的 還有畫第二次 喔 這樣 可以 像他幫我們做一下 沒想到是畫家一枚 這麼可愛耶 欸 這厲害耶 我這這厲害耶 我就欣賞的 要畫畫畫的人 Ultra-Z3 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 我拍武器 給你 我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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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拍武器